昨天林嘉隆也有坦承說 他要接任外交部長 那想問一下黨團怎麼看最近 卓榮臺內閣的一些人事安排 我們認為說包括這兩天 又爆派林嘉隆的部分 他其實一開始大家一直在猜測 那第一波沒有他 就開始有很多聲音說 為什麼沒有他 那顯然看起來突然就又有他 我們還是認為這可能還是 以黨內派系分配 派系的權力制衡 政府應該是要告訴我們 民眾跟立法院 你們未來的施政藍圖是什麼 你的專業是什麼 可是看起來現在 並不是以專業導向 現在看起來是以派系利益導向 第二個就是派系平衡 比專業重要 那更重要的是 好像民進黨很多的高官 都是全能的 什麼單位都可以去 交通部長也可以做 外交部長也可以做 重點是台灣的外交 其實已經非常辛苦 而且前任政府已經斷交了 九個國家 所以接下去的外交部 他其實有非常大的責任 那另外我們的副總統 也是外交常才 所以就這個部分 我覺得外交部 還是應該以國家利益為主 而不是以派系利益為主 那我正在進行的 再進行的 是 製作為